一轮县政府积极营造高龄友善移居城市 推动乐活宜兰友善高龄计划 109年2月24日 在宜兰市中山国小小巨蛋 举办高龄志工计划 即授旗授证典礼的说明会 在宇的高龄志工报到时 配合各项防疫程序 以及消毒工作 出席这场说明会的社区社团 以及民间组织代表相当踊跃 在防疫这段期间 为了加强高龄志工进入社区的健康维护意识 宜兰县政府社会处特别安排卫教课程 邀请专业人员进行群居活动 与居家自我照护的教学 此外 宜兰县政府推动的高龄志工计划 最大的特色就是给予持续参与社会活动的志工 投保相当完备的保险 现场也由专责人员详尽说明 社会处长林昌蔡表示 宜兰县政府感谢高龄志工的付出 希望共同努力打造高龄移居城市 宜兰县长林姿庙到场 为参与高龄志工说明会的干部们鼓励 并且感谢大家不辞辛劳 攜手推动这项重要政策 让宜兰县的社区处处都能看见 友善又有活力的长者 健康的在地安养 最年轻要照顾 最老人也要照顾 所以尤其是我们资深美少女的美少男 还要照顾对不对 所以来到我们这儿 有什么来到大家要照顾75 因为这历史诡价故事都很相同 所以说可以说 日本时代什么事情 日本时代大家都在一起日本时代 所以今天 一边来高龄志工 可以说我们也希望 可以让你们家来做高龄志工 大家非常安全 所以说 可以说要来把保抢 可以跟我们保抢公司说 就是如果我们保抢公司 应当时到65至70岁 他就不需要让我们保抢公司 对不对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 对于我们这儿的所有特别 我们这儿的高龄志工 所以你们安全要保抢公司 所以应当政府对你们 非常肯定也非常感谢 在疫情需要全民共同防护的特殊时期 云南县政府社会处 特别进行沟通与交流 听取志工伙伴 提出在防疫期间 执行各项社区照护工作的现况 我们用比较高标准来看 所以我在这里要拜托 我们所有的这些感觉 社区现在开始都量体温 也有需要 密闭空间的保护 一定要戴口罩 再来我要拜托大家就是说 如果我们社区这些有共产的保护 当时就我们就不用免账 因为有那个怕 怕那就不要免账 甚至于我会拜托大家 如果我们社区这些 他也有感冒 绝对要戴口罩 甚至他也感冒 不要去我们社区那吃饭 不要给他免账 我是希望会当时 我们高龄志工 自己人自己推 就是希望会当时 变得更好 送去住也没关系 期待从109年4月1日 开始施行高龄志工计划 更能发挥互助合作的效能 传达守护健康 疼喜长辈 照顾邻里的正确作为 让高龄志工骑步走 拼出宜兰好生活 高龄志工骑步走 拼出宜兰好生活 阿公阿嬷 是 阿公阿嬷 感谢观看